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青少主日 先介绍我自己 我叫凌峰 是青少部的传道人 青少主日通常都很想藉着这个主日 让大家 大家了解青少部多一点 也要了解时下的年轻人多一点 我不知道 大家想想想一件事 你去想今天年轻人的时候 如果你要形容今时今日的年轻人 你会怎样去形容呢? 我想过去几年 无论是社会运动 无论是疫情 无论是移民潮 我想这些不同的环境的影响 其实都影响着年轻人的成长 当我们去到今天 我们说好像所有东西都开始复偿了 不过随之而来 是什么呢? 随之而来我们发现 其实有很多心灵和成长上的需要 学校要去取成绩 学生都要去追成绩 过去几年他们少了很多实体的相处 很多时候都是戴着口罩 看不到的样子 好像当服装的时候 在人与人相处的关系上面 都有很多张力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会同意 可能因为大家在家里面面对着大家的子女 或者家人的时候 可能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去影响大家 顶着我不知道大家早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年少日记》 那部电影是说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 带给不同人不同的影响 甚至是伤痛 不过同时也说一些学生 要关注他们多一些心理健康 甚至可能是一些轻生的问题 当我们看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共鸣 因为确实这些现象 都发生在现在的香港 很多学生面对着情绪压力的困扰 甚至有很多轻生的问题 最近我看到一个网上的调查 他这样说 他说当中现在的年轻人是怎样的呢 他说有一个调查 他说有64.5的年轻人 面对现时的处境的时候 他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做什么 有64%的年轻人 他很同意的是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也不知道怎样可以为将来打算 曾记得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他这样去说 他哭着这样去说 他说这几年其实他很孤单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很多组员都移民过了外国 他觉得一样的就是 他觉得好像神拿走了他生命里面 很多很重要的同行者 丁姐妹 当我们看到年轻人 甚至当我们待入自己的处境的时候 可能或多或少 我们面对着这个环境 都有很多迷茫的时候 作为牧者 我都会问自己的是 信仰又怎样可以带年轻人 用不同的眼光去看现在的处境呢 今年青丝牧的主题叫做 Transform Our Lives Going for Christ 青丝牧很想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去学习 怎样生命开放给神去转化 同样我们成为一个吸引眼球的生命 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主发光 而弗拉比书一章的十二至二十六节 亦都是今天讲到的经文 同样都是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的经文 同样都很想透过今天经文 都和大家盼望食主神的话语 都对我们每一个生命去说话 丁姐妹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现在的生命 你面对着什么的光景 面对着什么的环境 有什么影响着大家呢 相信保罗的生命 我想同样成为我们的提醒 让我们先读一读这段经文 在肥立比书的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 邀请大家一起读 准备起 弟兄们 我要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反而是福音近兴旺 以致遇形传军 和其余的人都知道 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所的 而且那在主女的弟兄 多半都因我受的捆所而读信不疑 越发放胆 无所懼怕地传道 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质道纷争 有些人传出于好意 后者传出于爱心 知道我逢差显示为福音辨胡的 前者传福时出于自私 动机不信 企图要加征我捆所的苦楚 这又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如何 只要基督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我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值着你们的祈祷 和基督的灵的帮助 终必使我得到释放 这就是我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能使我羞愧 反倒凡是坦言无据 无论是生是死 总是让这路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但是我在肉身活着 若能有工作的成果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处在两难之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现而我为你们肉身活着更加要紧 既然我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留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一起传流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为了我再建议你们的女士 你们在基督耶稣女的夸耀 给你华大神 我们先一起有个祈祷 主愿你带来我们 用我们借住你的话语 对我们的生命的说话 开放我们的心 用你给你的话语 在当中给你转化 主愿你带来我们 祈祷交托,馮主兵靠 先去讲一讲刚才大家读的经文 都去讲一讲肥立比书的背景 肥立比书是保罗所写的其中一封监狱的书信 在大家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刚才大家读第十三节的时候 其实正正讲着保罗正身处于监狱 顶之我也鼓励你们的是 当我们看完经文的时候 也尝试一下去代入下保罗的处境 看看他面对的是什么的情况 同时他又如何去回应 当时肥立比的信徒 其实他又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当时的肥立比教会 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的是原来他们一方面 面对着很多的苦难和迫白 所以保罗用自身的故事和经历 去勉励他们如何面对眼前的苦难 同一时间 教会里面都出现了很多不和和不合一的情况 所以保罗同样都用他的经历 去勉励当时的肥立比信徒 当我们刚才读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保罗先和肥立比的信徒 去分享他正在遭遇什么事情 其实在大家刚才读的经文 其实前一段在第七节的时候 其实保罗已经讲到他在捆锁里面 再加上大家刚才读第十三节 我们也看到原来保罗说他为基督的缘故被捆锁 即是说他正身处在监狱 更加特别的是 遭遇这个字原来在原文是一种持续地发生的意思 所以保罗被囚已经囚了一段时间了 我想面对着长期被囚的处境 或者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者对于当时的肥立比信徒来说 可能都是一个很困难 或者都不是什么正面的处境 人体被囚是好像一件很负面的事情 使徒被囚 当我们想象一下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想的是 好像失去了自由 好像福音的工作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和限制 不过 刚才看经文里面 保罗说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使福音近兴旺 当我们看第12到第13节的时候 很特别 保罗特别将捆锁这个负面的持颜 和兴旺这个正面的持语 连结在一起 我们看到的是 保罗并没有受到负面的环境影响 他没有让那个环境 让他变得负面和自暴自弃 他反而是什么呢 他反而是 他更加用积极正面的眼光 和生命的态度去回应 确实当我们看整个第一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保罗的眼光 其实一直都焦点在一件事 就是福音的发展上面 并不是焦点在他眼前监狱里面的经历 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能够总结保罗的一个人生观 一方面 他所遭遇的是人体来的捆锁 另一方面 他专注的是 原来福音要被兴旺起来 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两样东西 这些正面和负面的东西 同样都能够并存在我们生命里面 对于保罗来说 负面的人生经历 不会成为负面的人生观 去活出他的人生 同样 环境带来的困难 都不会使他 持续不断地在一个完全的负面里面 阿鼎姐妹 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或者对我们来说 可能心里都会想 很难 在环境里面 确实被很多实际的影响 经济很差 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 很忙,很多东西要适应 怎样还可以正面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这个年轻人 我是在青少部的足球队认识他的 上个礼拜有机会和另一间教会比赛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位队员一听到教练的简介 说他不能正选出场的时候 他立刻个人显得很不中意 他听说明的时候都很不专心 甚至大家在热身的时候 他就自己坐在一旁 我就去问他 他关心他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这样说 没有的 我又没有来练球 去啊,我是废的了,没得救的了 他就生气了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是小孩来的 是这样的,我是小孩的了 突然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共鸣 可能你家里也经历过这些 可能家里人跟你说的事 不过呢 我听他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他很多心里的怨气和情绪 我就鼓励他说 喂,待会有机会出场 继续努力吧 他就会出场 之后确实他有得下场 其实他整个比赛的过程都看得很好 不过在下半场里面 因为两个失误 令到球队被反超 在入球的那一刻 那个年轻人被入球之后 他就坐在那里 做了什么呢 他狂哭 他心里有很多的内疚 他觉得年番的失误 令到球队输球 最后我有机会 他单独跟这个年轻人聊天 了解一下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大情绪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他分享到多一些 不是在球场里面的经历 而是生活里面的经历 他说他面对着很多生活上面 带给他的挫败感 做得不好 被人说 内疚自责 有情绪 再被人说 再有情绪 在他生活里面 正正在这个循环里面 顶姐妹 面对这个年轻人 我作为牧者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能很想的去和他同行 不过我更加体会的是 原来人很容易被环境影响 而同时都倾向是很负面 顶姐妹 或者我们都可能会是这样 当面对环境的限制 都会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出路 好像很被困 慢慢慢慢 我们生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可能生命里面 只能集中焦点在我们自己的限制 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失去 慢慢慢慢 这些经历都会宅爱着我们的生命 顶姐妹 我想问一下大家 此时此刻 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 可能是环境的东西 或者是不同的经历 去宅爱着你的生命呢? 当我们看回保罗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也带给我们来一些不同的提醒 保罗的生命让我们知道 无论环境是怎样 确实原来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 去看眼前的环境 当我们看经文在第十三节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原来他所受的捆锁 是为基督的缘故 即是For Christ 原文里面这句说话 原来有另一个译法 他就是说 我所受的捆锁 已经显明是在基督内的 原来这个说话 保罗说他知道 受捆锁是他在基督里面的一部分 当他说生命要献给主的时候 他知道捆锁是为基督 受苦是为基督 人生的遭遇都是为基督 当他知道这些一切是为基督的时候 不是为自己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些遭遇 并不等于他人生里面的结局 所以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发现 原来为基督 是说我们的生命 要愿意被神去转化 确实可能我们人生里面 可能我们身处在困境里面 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个困境 拖垮我们自己 同样我们为神的缘故 我们能够用神的眼光 去看生命里面 我们所面对的遭遇和环境 当然弟兄姐妹 我不会说转化 就好像叮一声那样 就马上转变 确实是一个历程 但弟兄姐妹 苦心自问 问我们自己的是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被神去引领呢? 原意 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继续去相信 神会引导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生命里面的眼光 是focus在我们自己里面? 还是我们摆在神里 让神去引领呢? 我想保罗的人生观提醒我们 在生命里面的光景 确实可能我们现在未必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但我们又愿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生命 被上帝转化呢? 当然 我估计保罗在他的处境里面 其实他的环境 也不是立即变得没事 不过 他这个遭遇 同样都能够带给身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影响 再提到经文 在第十三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罗的见证 带给一些看守他的军人 知道他被囚是为福音的缘故 原来能够带给一些非信徒 有很多不同的影响 同样对于信徒来说 在第十四节里面 都带出的是 原来保罗的生命见证 让肥立比一些信徒 可以读信不疑 更加放胆 更加冒险地为神去做见证 去传福音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肥立比信徒信心增加的原因 其实是正正借着保罗这个 很困难、很受捆锁的见证 成为他们的鼓励 我会说的是 被困被囚 并不合制保罗的生命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是为主 因为他所知道他的焦点 不是眼前的困难 神同样用他的生命见证 让其他人走在信仰的路上 我估计保罗的生命 同样都在挑战着我们 我们的生命被神转化的时候 同样我们的生命的遭遇 和生命的故事都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 确实可能我们旁边的同样都面对相似的处境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这个生命遭遇的时候 可能都会带给其他人有不同的影响 以下很想邀请一位年轻人 虽然他叫南叔 不过他是一位大专生 求老师他去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如何向你被神转化 给他一点掌声 各位兄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Focus团契大专组 E3的南叔 我现在是一名大专的导师 其实我不是一个信二代 在我的成长环境 可以说除了星期六日上教会之外 其实跟信仰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家和我学校都不是有基督教背景的 在我小时候 因为家庭的家教就比较严厉 平时都没什么可以跟朋友出街 当上到高中的时候 崇拜团契的时间的改变 令到我可以借回教会做藉口 去约朋友出街去打球 其实因为家庭的缘故 其实我都有些孤单 所以我很想借着跟朋友出去玩 跟朋友相处的时候 去填回我心里的那份空虚 这个的我大约半年了 去到半年之后 有一次敬拜站美会 神透过那一晚跟我说他在这里 那份无条件的我 足够填满我里的空虚 然后那一刻我突然在想 我有点像浪子比喻小儿子 得到父亲那份的家产 得到那份的德之后 就离开了这个父亲 但当我回转的时候 他就会亲自来迎接我 所以我就慢慢去投入教会 当团契小组的时候 慢慢意识到我的小组没有初中那么 close 但是没有关系那么好 人数也慢慢少 所以我就下令了决心去帮组长 去分担他们的工作 去等其他组员回来 之后就慢慢经历疫情 等等的高低起跌 连实体组也没什么 但当可以有实体的时候 我们小组就面临DXC 所以其他组员都没什么怎么办 但导致小组开组的时候 只有我和导师两个人 我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也有问过 神为什么你会叫我小组变成这样 你不是很疼我吗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这个小组 其他人也有问过我 为什么这个组没有人来都会召回 但是呢 神在不同的港道 和身边的大兄姐妹相处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叫我去等 等待他们会回来 很感恩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导师 他陪伴了很多年 他叫小练 他呢 是今年因为癌症复犯 所以回到添加了 很感恩呢 这个导师他和我同行了这么多年 在这么多年来呢 就算我玩出禍的 又受伤的 我们玩到赶走一个导师 走去团契所有大组 被全国人骂的 但他一句都没有骂过我们 在我们忙着学业 没有回到团契等等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 他都会问我们 你最近怎么样 没有怎么见你 然后呢 去到中午的时候 他进医院的时候呢 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 其实明明最辛苦的是他 反而呢 我们是让他安慰回头 在他分享里面呢 他跟我说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埋怨过 他有这个病 他反而跟我说 他继续有灵修 他继续去听诗歌 去赞美神 好看得出呢 他就有单单的传言 他相信这个神 他靠着这个神去走 他现在每一路 去走那段的路 当他出院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小组都很害怕 他会复发回 但是呢 其实他出院不久之后呢 他立刻和我们回团契 去查经继续去小组 我们很担心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说 他就会撒下这句话 他就很平淡地说 我其实现在还可以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服侍你们这群年轻人 当我做一次病发的时候呢 就是神要他在地上的工作 小玲呢 她用她的生命去让我看到的就是 即使面对着什么困难 什么挑战都好 都是要相信神 他有他的供应 有他的安排 他教会我呢 他如何去感恩 感恩有身边的事 教他学会如何去倚靠这个神 如何用尽他的能力 以及因此去尽心尽性地服侍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所以我现在去了做一班高中的大专导师 在我做导师的这两年呢 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小玲 发现呢 他们的生命也有很多困难 在这段陪伴这段目像他们的期间呢 都很辛苦 都有迷失 但是呢 我也是一个学习阶段 学习如何去用神给我的恩赐 用神给我的能力 去目仰这班小玲 去成为他们的榜样 多谢大家 拍摄 听完蓝叔的分享 甚至他分享到他的导师 小玲导师的见证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体会 或者呢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确实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 蓝叔有试过不回教会 经历迷失 正如他说到 好像一个浪子一样 他回来 同样他经历生命的转化 能够由不同的眼光 去看他生命里面的遭遇 同样 藉着他生命导师的见证 同样也让他知道的是 原来他同样都可以用他的生命 去同一班小玲去成长 鼎子妹 很想问一下大家的是 是的 我们说我们要被神转化 我们有没有一伙 愿意被神转化的心呢 我们有没有一伙 学求为基督去改变的心呢 疫情过后 我想很多教会实体的罪会 已经服尚了 试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什么要被神转化 可能是我们信仰的动力已经低了 小组的关系疏离了 小组的动力去翻团契了 我们有没有想过为基督去改变呢 可能当中有些是夫妇的 彼此之间的关系想改善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的是 我们为对方而改 不过有时 当我们的着眼点在人那里的时候 我们有时心力都会有限 但是我们又愿不愿意 为基督的缘故而改变呢 同样 我估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家长 确实年轻人在读书的这个年期很大压力 有很多选择的去兴生 我们也不想我们的年轻人都面对到这个情况 同一方面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紧着他的学业 但是同样 心理灵性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去想的是 学业和上教会之间 我们又如何去选择呢 确实面对着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 但愿的是 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伙愿意被上帝去改变的心 被神去转化 以至我们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 去看我们现在生命里面眼前的遭遇 相信的是 我想我们这一份生命 同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能够带给身边人有很多不同的影响 保罗说到 当生命被转化 确实去到第二个阶段 他说的是 我们要尽力去传扬基督 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保罗说 他受的捆锁不单单在他的环境里面 更加面对着很多人的问题 在第15到第18节 我们会看到的是 腓立比教会正正出现了一些不和的问题 其实保罗在其他章节 都继续鼓励那帮信徒 要彼此相顾 第15节 保罗说的一个情况 他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疾度纷争 到第16节 他说这一批人是出于自私的 传基督的动机不纯正 要增加保罗困所的苦楚 不过同样 保罗也说到 有些人是出于好意 是出于爱心 知道保罗是为福音辩护 我们可以看到原来 肥立比教会分了两批的人 两批的人 确实同样都是传扬基督的 不过两边的人 对于保罗的态度 却是有所不同 有些人不是很拜保罗 可能觉得他被逮捕失去见证 可能觉得他对于保罗的福音事故 觉得很不快 甚至可能他们想做的是什么呢 他很想借着全基督的名 破坏保罗的名声 增加自己的名声 所以保罗说 他们带着不纯正的动机去传基督 所以在第十四节 其实保罗已经说到 多半的人 因为他的缘故督信不疑 多半其实正正去带出 原来在那个困体里面 有些人是不喜欢保罗的 所以保罗说到的是 在这个困所里面 有苦楚令到他加贞 保罗在监狱里面 同样内心都有困苦受罚 不过当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 保罗他怎样说 他又怎样回应呢 他说 这又何况呢 在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保罗他说 说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如何 只要基督被传开 我就欢喜 我们看到的是 保罗的雀眼点 不是去反驳那些反对他的人 不是去为自己 有很多人支持他 而觉得骄傲 而是他的雀眼点是 福音有没有被传开 他有没有去尽力传扬基督 保罗很清楚 他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 当他这样看的时候 其他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 都不再重要 或者 弟兄姐妹 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像保罗那样 心里面有很多痛苦受罚 可能当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在侍奉上面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在职场上面 或者在生命生活 或者在家上面 面对大小的事 可能有很多人不喜欢你 可能有很多经历失变 有很多人伤害你 人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呢 通常人的反应就是 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去支持自己 找多些人去支持自己 反击那些不喜欢你的人 又或者去壮大那些 有更多支持你的人 令到反对你的人成为弱势 慢慢慢慢 人和人之间 就会跌入了一个 你我对立的漩涡里面 慢慢慢慢 我们的生命会变成什么呢 好看重自己 不过保罗挑战我们一件事 当我们说我们生命 愿意被神转化的时候 我们说被神转化 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同的眼光 去看人和事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原来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 重要的不是自己 重要的是 原来我们要尽力传扬基督 我们重视的是 基督的名有没有被传开 确实那些人和事 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地位和名声 不过像习宝罗这样说 这又何妨呢 我们会看到的是 保罗的那份撒脱 撒脱的背后 其实不是说保罗没有感受 因为保罗都说 他的苦楚有加增 不过当他知道 他要去尽力传扬基督的时候 这份的事 这份的使命 能够让他放低一些的情感 让他看一切的东西 都能够看得轻一些 他反而以基督被传开为喜乐 这个其实也是对上帝的信靠 鼎子妹 很想问一下 我们生命的核心 被什么去拥有呢 是我们有多少得与失 有多少人支持我们 还是我们的生命 用全阳福音 全阳基督 为我们最大核心的使命 鼎子妹好像很难 就是这样的 当我看到这件经文的时候 我都会说的是 其实我也在学习着 大家都知道 可能你都知道的是 青小步 这一年的同工团队 其实有很大的转变 有两位很资深的牧者 有不同的侍奉方向 其实现在青小步 对落地数年支 比较年支最长的 就是张晓军传道和俄勒 坦白说 要去接这个棒 并不容易 欣福是一间很大的教会 有很多人对青小步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期望 要去平衡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其实很不简单 确实 我苦心自问的是 再加上自己 都给了一些期望自己 其实也有很大的挣扎和挑战 其实这几个月 自己里面做这个纲位的时候 都有很多质疑自己的想法 同时也有想过 其实我真的做不行了 不如我放弃吧 不过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猜保罗的生命见证 同样都提醒我 是在我生命里面 有很多压力 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不知怎样去做的事情 不过曾提醒我的是 我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的照命是什么呢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脑海里面突然间 彈出了一个句子 其实我很想服侍年轻人 我很想年轻人去经历信仰 我很爱这一班年轻人 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去成长 当我想起这一件事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使命和照命 比其他一切都更加重要 鼎姊妹 当我们生命能够focus在上帝里的时候 确实我们生命里面仍然有很多困境 可能有很多令到我们受伤难过的人和事 但是这些事情 不会质爱着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知道 我们生命的焦点和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让基督去传扬开去 确实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去讲基督教的信仰 已经是过了时的了 或者当我们在生活的场景做见证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会被人去拒绝我们 标签我们 批评我们的信仰观 但是 确实 正如保罗所说 为基督的缘故 这又何妨呢 我想 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生命特质 顶子妹 我们一同学习 当我们说我们生命被神转化 确实我们仍然会继续面对那些不容易的人和事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身份和使命我们去传扬基督的时候 其实那些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遭遇的事情 可能我们都会看得轻一点 我们都会看的是 这又何妨呢 去到经文的最后 其实保罗在说 除了生命被神转化 要去尽力传扬基督 他更加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更加落地去讲的是 我们的命 有没有去展现基督 保罗知道的经文他讲到 即是生和死的情况 他再次讲的是自己的监狱里面 确实对于他来说 将来的结局是怎样 没有人知道 不过在第十九节 他相信他最终都会被释放 原因是因为他说 他藉着肥立给人的讨告和圣灵的帮助 这份支持让他知道的是 当他继续去坚守他的见证的时候 他最终能够被得救 这个同样都让他能够成为 他在困境里面不停起落的原因 之后经文说到他说 他所切勿和所盼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的经历 不会带来羞愧 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 确实被囚是一件很羞愧的事情 不过保罗看的是什么呢 他同样看的是最重要的是 基督的命要显为大 保罗原来看的是 无论最后是生是死也好 他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一个 兴旺福音的方式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他的命 让基督的荣耀被彰显出来 让人去看得见上帝 所以保罗在第21节 他说他人生的核心价值 他说的是什么呢 活着就是基督 我们可能经常听这句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保罗在说的是 他的生命 完完全全给他对基督的爱 以及他对基督的伟生 去引导他的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 一生就是为了要揭力 去追求服侍基督 是他用他的命 去展现基督是什么出来 保罗在第23节 他说到生同死 他说死的话 其实他大可以和基督同在 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 所以他不怕死 不过保罗在这个过程中 他选择的是去活 在第24到26节 他说他知道他的活 是能够让肥立比的弟兄姊妹 在属灵生命有长进 能够经历信心的成长和喜乐 同时都让他们能够去荣耀神 我们看到的是保罗 他知道的是 当他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 肥立比的信徒 能够信心被建立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要为这群信徒选择 继续去活 我想对于保罗来说 什么是活着就是基督呢 其实正正就是刚才所说的 原来我们的生命 要展现基督的样式和态度出来 不过我估计保罗 其实他的生命也不只是 当我们看肥立比书 整卷的书 我们都看到的是 其实他的命 就是正正去展现基督的态度出来 在他的生命里面 确实保罗过往是一个 以律法为中心的人 去逼拔基督徒 同样他经历生命的回转和转化 当我们看回整卷的肥立比书 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命正正是展现基督是什么 而当中 其实他在肥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八节 他正正说到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 正正就是谦卑自己 到性欲生来到人的中间 保罗同样他的生命 都是这样去活出 同样都鼓励肥立比的信徒 和今天的我们 哎呀我们的命 有没有去活出基督呢 活出基督正正就是说 我们谦卑自己 让人体见上帝 可能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问 那就是怎么样啊 弟兄姊妹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的行事为人里面 我们和我们家人 和我们不同的人去相处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生命 可能对人和对事对物的看法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世界观 那么能不能够让人体见 基督的样式体会信仰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世界 教导我们的是 人要有影响力 其实是怎么样啊 就是要成为更聪明 更好 拥有更多不同的角色 要做到最高的位置 不过弟兄姊妹 确实基督徒 我们不要忘记的是 我们生命的影响力 并不是在乎我们做到多少 并不是在乎我们做到有多厉害 而是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在这个世代里面 展现什么是信心 爱心和盼望 我想这个 才是我们要展现基督的样式 弟兄姊妹 问一下我们自己 在我们生活的场景里面 人体见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 我们能不能够透过人家 和我们的相处 让人家都透过我们的生命 去见到基督呢 你知不过我说 今时今日的教会 同样需要有很多的保罗 成为年轻人的榜样 一同样去进入这个历程 今天的经文说到 我们的生命要愿意被神转化 当我们被神转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 去看我们眼前的遭遇 同样当我们生命的核心 我们记得的是 我们要用生命去传扬基督的时候 即使 确实出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 可能我们看的是 可能我们都能够看轻一点 都不会让那些东西去阻碍到我们的生命 同样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用我们的命 去展现让人知道基督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的学习 我会说 今天教会的群体 最独特的地方 正正是我们的生命见证 同样是我们的使命 同样 我想今天的年轻人 都需要同行者 跟他们这样去经历 但顶子妹 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同行者 确实 不需要什么很光鲜的见证 可能是大家一起去经历 同样都经历过这份软弱 但同时我们又愿意一起去被神去改变 但顶子妹 我们愿不愿意揭示我们的生命 成为年轻人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走在信仰的路上呢 我会说 年轻人的阶段 信仰的扎根是非常重要 确实如果这个阶段信仰不扎根的话 去到一些阶段性的转变 环境带来的冲击 我见过的是 很多年轻人都会因为这样的缘故 而放弃信仰 我会说 年轻人需要被神去转化 需要有同行者跟他们进入这个历程 一同在这个世代里为主发光 最近这两年 自己在参与会友大会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 说到很多聚会人数 很多年轻人都因为移民不同的缘故 就可能离开了教会 不过我看到的不是一些数字上的转变 我看到的是 原来很多生命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路途走了 我会说 教会 现在经常说要夸待同行 确实同行是需要有人身体力行去回应 是要进入年轻人的处境 去跟他们同行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又愿不愿意先去问一下自己 愿意被神去转化 我们又愿不愿意用我们生命去展现的是 用我们条命 让不同的人 甚至今天的年轻人去看见基督 我们又愿不愿意 去摆上和年轻人去同行 很想邀请敬拜队 邀请敬拜队的同事 而很想分享一个我昨晚的经历 我昨晚讲完道理之后我回家 我有一个下个月三岁的女儿 我回到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晚都会跟她讲一些故事 有时讲一下羊羊 有时讲一下牛牛 讲一下不同的故事 昨晚回到家的时候 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看到我太太和我女儿坐着 在做些什么都是讲故事 不过她讲到 我女儿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平时都不会拿起那本书 她拿起一本圣经的故事书 我老婆就讲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 讲杀种的比喻 讲塞羊的比喻 当我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确实我女儿下个月三岁了 可能十几年之后 可能好像后面这班年轻人那样 我都在问的是 十几年之后 我的女儿 其实她的属灵生命又是怎样呢 当她可能都同样面对 很多读书压力的挑战的时候 我很想她的生命是怎样去活出来 你知会同样 我很想邀请大家 是确实 在这个世道里面 需要很多人和年轻人去同行 我们先去透过回应师 我们一同去起立 我们去回应师 去回应 我们今天 可能在经文里面 答给我们的提醒 你知会 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 你似乎你面对什么的光景 先去问一下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雀眼点在哪里 你又愿不愿意回去上帝面前 让上帝去转化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去唱你首诗歌 我来到你边前 我来到你边前 全心下你称谢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我来到你 我来到你 你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是我在这里 却上我的心 却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财劳和记忆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我为你祷告 为你能够走 是你能原来我 剩下的全所有 越过这一生 想为你自明 能完全你自已 我来到你表情 你只会让这首诗歌同样成我们的蓝指 主啊,我们是属于你 主啊,我们要去回应你 是如此爱我 我单单属于你 第一节目,你有愿意把你的生命捡备住吗? 说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主啊,我们身边的一切 全我都是属于你 完全献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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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并没有 为你的不救 是你的愿意把我 剩下的全所有 我让你再一切 让你再一切 让你再一切 想为你自明 完全你自明 没有愿意把我 没有愿意把我 伤害我和你 没有愿意把我 为你再一切 为你再一切 你是你的愿意把我 当中可能我们对信仰的热度都减退了 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 但保罗说 是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开放我们的生命 给上帝煮饭的时候 是我们就能够 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 那些艰难的处境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或者你 过往你是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 你生命上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 那是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要向上帝祷告 主啊 确实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 无论是对家 无论是在植场上面 或者是人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主啊 是我灰改 我愿意去回转向你 第一次会鼓励你 你是吐槽 第二次会同样很想邀请你 去为年轻人祷告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的年轻人 在哪里认识 可能是你职场上面 可能是你家里的子女 确实我相信 这些年轻人的生命 不是一个数字 它们是一个生命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邀请你 是为年轻人的生命要祷告 是为年轻人的生命 既然很不容易 可能你跟他们相处也很不容易 但我想鼓励你的是 你可以为他们祷告 因为他们的生命同样都能够这样去活出 在这个世代里 能够至少去认识基督 能够至少去献上 去为主 确实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很想邀请你 为年轻人祷告 你知不知道我同样 很想作出一个呼召 确实是年轻人需要有同行者 你有愿不愿意成为年轻人同行者 可能你是在你心里不同的身份 你愿意的是跟年轻人同行 可能是你愿意成为年轻人的导师 不论是什么角色 是什么光位都好 但你愿不愿意的是 你用你的命去让身边的年轻人去看见 基督是这样的 主是这样的 同样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去体会 信仰是什么事情 你知不知道我鼓励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主很想这样去做 我想这样去试一下 我鼓励你去举手去回应主 你说主 是我用我的身份 身体力行的 我去跟身边的年轻人同行 主我鼓励你 你的预计话 我鼓励你举手 很想说你去祈祷 感谢主我见到 感谢主 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起去祷告 主的确实 是的 我们的生命里面 确实我们不同的阶段 都面对着很多不容易的处境 但是你说过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是的 你是胜过一切的主 主的确实 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悔改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靠自己 但我们发现原来靠自己 因为我们不行 主我们很无力 主是原来 他带你 用我们愿意去开放自己的生命 我们被你转化 同样我们谨记的是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使命 就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要去见证你 要让更多人去认识你 主是原来 使用我们的生命 刚才弟兄节目所回应的 所祈祷的 所举手的 无论是让他身边的人去见证你 无论是让身边的人 身边的年轻人 他认识你也好 主要求你 去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生命 而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是这样 去彰显这个让识人 更加多的人去知道 是主啊你 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知道的是 在这个世代里面 还要有很多环境的困难 但我们仍然要让身边的人知道 是的 不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出路在你那里 主要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生 都能够这样去见证你 去荣耀你 主要多谢你 向我们祷告 其中交通 王子冰球 阿们